假设α和β就是2x²-kx等于17 root k就是constant a1就是expressα²加β² in terms of k a2就用回a1或者其他方法 證明1overα²加1overβ²等于k²加668 over 289 到b 用回a或者其他方法 就是拼合了equation 架式就是这样 ax²加bx加c等于0 這個equation的root 要是1overα² 和1overβ² 至于a和c 是用k 表示的 看看如何做 通常都是要整理 equation做standard form 就是ax²加bx加c等于0 2x²-kx-17等于0 alpha加β就是-b over a 所以即是k over 2 alpha乘β就是c over a 即是-17 over 2 接着我们认为公式 alpha²加β² 就等于alpha加β alpha乘β 減回2 这个公式要认为 我代替alpha加β就是 k over 2 -2x-17 over 2 前面就是k² over 4 後面 2加17 通分没有了 k²加68 整个over 4 就是alpha²加β² k²了 1overα²加1overβ² 通完分母 分母就變成alpha²加β² 分子就變成β²加α² 本身有alpha² 你现在多了β² 所以分子就多了β² 第二根就是 因此分子就變成了 因此分子就變成這樣 然後β²加α² 上一部分做了 就是k²加68 over 4 分母 alpha²乘β² 就是-17 over 2 2 即是正2889 over 4 上面有分母是4 下面的分母是4 下面的分母是4 這兩個4可以直接选择 上面有k²加68 over 289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在上一部分 其實算了1overα² 加1overβ² 即是所謂的 sum of root 我們現在要找新的product 就要計算1overα² 乘1overβ² 即是α²乘β² 就變成αβ² 用上面的結果 就變成-17 over 2 但這裡好像很複雜 其實你交給計算機去做 1除以開括號 57 over 2 3括號² 輸入 然後再按分數鍵 你就會見到就是4 over 289 所以這個equation 就會是x²-bracket k²加68 over 289 3括號x 再加product of root 4 over 289 等於0 樊先生說sum of root這個位置 要按回符給它 ok sum of root這個位置 要按回符給它 ok 全息在1289 就出到這個最終答案 289x²-bracket k²加68 x再加4 等於0 等於0